真的有点倾斜往这边斜的 由上面下来啊 往这边流 但是往这边斜 这样子倾斜来一点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水神的气 就是直接这样子流的 这个水神的气 就是这样子斜斜这样子流的 你看地势啊 关它的水神怎么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告诉大家一个口诀 水往这边流啊 花 花的黄 花黄树啊 它是有这个树的 这个 一 啊 一四七 花一四七房 水这边流 虎边流龙边啊 花一四七房 这个 哇 水神来了 花二五八房 中间水神 花三六九房 花三六九 一四七 二五八 三六九 啊 花房数是这样子 花的 啊 你们大家选择房子 你知道你自己排行地级 你要想 把那我选择房子 那你选择房子 那我们的水 它就没有用 biraz 不 你选择房子 子的 wherever 这 potrze 那些地级呢 你水神啊 接一四七 二五五八 三六九九 你要懂得 懂得怎么样子 干你的房子 怎么样子选择 你自己要住的房子 怎么样子知道 这个地跟你有没有感情 房子跟你有没有感情 有没有感情 你要选择 这个地里面的这个气 跟你互相吸 地气互相吸 非常的这个充足 你要选择周围的房子 都是对着你好的 你要选择你的生命 持相啊 跟这个房子的方向 非常合的 这个都是地里的地里的要紧 这个都是地里的要紧 这个都是地里要紧 看一下子 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几个要紧 是隔壁的房子 铃家 铃家 隔壁的铃家 屋籍 房子上面的 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个乌凉 有没有冲到你的房子 排房 那个排房啊 有没有 有没有冲你 旗杆 电线杆 有没有伤害到你的房子 树 有没有伤害到你的房子 这几个要紧 外面的这些土墩 有没有伤害到你的房子 这几个要紧 铃家 屋籍 排房 旗杆 树 土墩 还有 你到任何一个房子里面去 你假如是一个地里师 你一定进到房子了 你一定进到房子了 你就要闻到那个味道 房子都有味道的 你要闻出他的味道啊 属于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这个叫做乌之味 房子的味 你这个房子里面啊 假如有鬼的话 马上 有鬼 要闻的啊 用鼻子闻出来啊 有鬼啊 有神 一文 有神 有神 神的力量很大 一定会发 有钱 是钱贵 有鬼啊 money的味道 smell is good money的味道 一定会发 我告诉你啊 你闻出那个房子的味道啊 假如有 操车会逼啊 这个房子的人 住的人一定有病 入到房子 先闻他的味 去嗅他的味道 屋之味 所以你房子里面阳气很足 旺 旺 陰 陰气很足 陰 啊 生气很很足 你会发 这个衰气很足 那就走走 先把他的味道先闻出来 你真正的高明的高明的这个地理石 去闻他的屋之味 然后你仔细啊 给他研究他这一栋房子 从头到尾研究 包括龙蟹沙水像 通通把他研究出来 再看看他的隔间 看看他睡的床 看看他的厨房 厨房的火 再看看他的那个排水方向 很多很多的要解 很多很多的要解